老师好,同学们好,我的名字叫德政家世,我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留学生,我从日本来美国念书,在美国住了三年了,我主修语言学,主修中文。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德国室友Cylla,我第一次见到Cylla的时候,对她的印象不是很好,但开学的时候,大家的房间和床位都已经分配好了,她却没再规定,就搬进我的房间, 还有,她骂人的时候,淘淘不绝,喋喋不休,把我们都放射了,另外,她很有主见,对食物,衣着,生活方式,以及其他人都很挑剔,她也很固执,完全不听别人的意见, 她还常常不敲门,就突然窗进我们的房间来,她准备我去三点,三点,从夜中化回来后,夜都会,无缘无故,打开我们房间的门, 她听起来好像很讨人一样,对不对,可是,我后来却跟她变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她上文告回来,只有我在宿舍,所以我们就聊了起来,她说,我跟她年轻时候的样子很像, 然后,刚我讲了她的很多真正经历,我说,我觉得她很有自信,很时善,还善于交集,不过她说,她只是画表如此,原来不是那样,是她后来自己训练出来的, 她说,她说,她是他们家里最不时髦的人,她是后来才开始注重窗户的,尽管她很简单,可是,她主,可是她会,上课时, 她却,从来没有知手发言过,她只在,受人 wenn 受人面前,才会多说话。 虽然,我们的个性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却,聊得很途律,我很保守, 做事都很小心 Sila 隔離我多冒險 因為她說 我們可以 從錯誤中學習 她還告訴我 人生 需要自己掙握的 我們只有一次機會 所以應該 好好保我的 好好的保我 現在 我們之前 Sila 住在桌上 度了一個睡覺 就回德國了 可是 我從她身上 學到了很多人生的這裡 到現在 我還常常 會想起Sila給我的重點 要過 更有挑戰 更有活力的人生 謝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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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